县长林明曾在县长室接见 表扬2019年总统教育奖得主 今年有旭光高中吴新鸣 国中部谢玉涵 以及草屯国中翁信尧等三人获得殊荣 为了加冕三位获奖的优秀学生 县长除了颁发礼劝 同时也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朝人生目标勇往迈进 今年本县获得总统教育奖的旭光高中吴新鸣 国中部谢玉涵 以及草屯国中翁信尧等三人 在旭光高中校长何光明 草屯国中校长黄美玲 以及教练李松兴 陪同三位授长学生前来县府接受表扬 县长林明曾表示 县府每年向中央提报总统教育奖优秀学生 能够却贫重选非常不简单 必须在学业、才艺、品德方面都能够兼具 相当感谢校长与教练的辛苦指导 也希望能够继续发掘更多品学兼优的出色学生 我们这两位有三位同学 一个是吴兴明 还有谢玉涵 他们两位是空手道 参加这个比赛都候得第一名 另外还有我们一位 是翁信尧 他是角力赛 也是候得第一名 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么多优异的成绩 后头中央报到我们总统 后头总统教育奖的荣誉 县长今天特地来给他们办法讲经鼓励 希望我们喜欢运动的 各方面竞赛的 希望有兴趣的都能够加强的自我训练 都为我们兰头现在争取更多的光荣 县长在这边除了鼓励这三位同学 获得总统教育奖之外 县长也希望鼓励他们将来 到社会上都能够做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 报效我们的国家 把这个才能贡献给我们的社会 旭光高中吴新明与国中部的谢玉涵 同为隔代教养的家庭中长大 家中经济并不优渥 生活相当艰苦 相似的家庭背景之下 两人同样也在空手道的领域中 找到自己发展目标 并且努力不懈 最后脱颖而出 成功发光发热 今天那时候就来学校招生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加入空手道 然后也因为空手道让我就是 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改变这样 然后让我也找到目标 然后得到总统教育奖这个肯定 就是对我就是一个肯定 然后就是知道我要因为得到这个奖 所以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 然后就是继续做一些社会公益这样 我觉得我要先感谢教练 从小一路把我带到现在 因为其实从小家境就不是很好 然后都是教练一直陪伴这样 然后也感谢教练的栽培 让我有今天的成就 然后我觉得今天得这个奖 我觉得不是一个结束 是一个给自己的一个肯定 然后要让自己知道自己未来还有目标 然后要更努力这样 另外来自仍爱泰雅族的翁新瑶 家人原本反对他投身角力领域 但经过他积极的说服 与校方的协助 家人最终还是支持他的兴趣 全新权益专注于女子角力的练习 在国中三连之中 参联了三个冠军后座 为国中生涯写下辉煌的一页 我要感谢的是教练还有家人 一路的支持我 其实刚开始家人没有说很支持 都是教练一直慢慢的给我肯定 让我在那个角力上面有成绩 然后让家里的人慢慢来肯定我 其实得到这个奖 我觉得是帮给我自己家人 还有一路帮助我的贵人 三位得奖学生受访的时候皆表示 相当感谢学校的栽培 与各界资源的提供 一路上也非常感恩许多贵人的相处 得奖不是人生的终点 而是为下一个目标规划 开启更大的能量 并且争取更多的荣耀 记者财士奇 县府采访报导 更多的荣耀 栽培 我没有 那个 刚才 这种 我需要 这样